在车上住了五年 两口之家变成了三口之家 我们这次的旅行又要开始了 带着四个月的宝宝去南方过冬 媳妇 起床了吗 那姑娘起了吗 哎呦 我姑娘都睡热了 我姑娘是吧 把窗户打开给你两回两回 啊 姑娘 打开窗户 把这边窗户打开 太阳一出来就热了 晚上就有点凉 不然你等会儿啊 爸爸就给你冲奶粉去 好吧 啊 把这个泥变器打开 用这个水给我滚去泡奶粉 55度 150毫升 他每次都不太准 像这个机器 太阳一口 他就准了 我姑娘一顿喝150 一天喝五六顿 四个月大 不知道 这个 奶量 正常吧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就是 你知道什么是打旁链吗 你知道 这个 我 他给你一个旁来打下来 脑袋光当出来的地方 给我相信了都 你看我我闺女现在 不认爹不认妈 就是认奶瓶子 这个眼睛一直盯着奶瓶子 奶瓶子去哪儿 他就是 这么多鸡啊 伸手要拿 这是我们昨天露营的地方 你看 环境也还不错 一个小公园 在 河飞的 飞东 小河木湖公园 一会儿我让孩子 今天我们准备去 黄山 走个露营地 休息两天 我在那赶了好几天路 因为孩子 坐在安全座椅上 我觉得他应该也挺累的 然后我们俩人也修整 然后孩子也修整修整 那个地方环境很好 一会儿带你们去看看 又到了 脱床 收拾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那个车是拓展的 所以每次都要 收拾一通 把东西放过去 把这个垫子翻过去 优点和缺点是并存的 拓展的方车优点就是 停下来的时候空间大 缺点就是 每次都要 搬一下 你看 每次都要收拾完 收拾成这样就能走 走了 下一站 黄山 今天在青城 三个多小时 好了 我们到了啊 到了这个营地了 之前看过我这个 视频的朋友应该见过这个地方 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今天有点晚了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进车里了 今天晚上吃啥呀 一会儿我请你吃个抽鲑鱼怎么样 啊 到了这边了 一定 哪个这么大连树鱼都这么大 那小鲸鱼 到了营地了 给我家宝洗个头 洗个澡 水热吗 热是吧 我把空调给打开 开个暖风 别给它冻着 水行是吧 卫生间小点 淡碎 调节有限 我家兜子洗澡了 可喜欢洗澡了 可喜欢洗澡了 是不是兜子 热了 咱不洗的话 该除肺子了 知道吗 照个澡洗的 两个裤子跟打仗一样 终于给它洗完了 那屋里的温度现在26度了 看着这个被吊下来了啊 好饱 看 看这是啥 哦 看这个就不够了是吧 啊 给我关女伺候明白了 然后又到了今天的保留项目 来秀一下今天看看吃啥 今天也算吃上四个菜了啊 来到黄山了 给你们看看黄山的土菜 这是一个臭鲑鱼 这是 笋干烧肉 还有一个小青菜 谢谢 从家里带来的咸菜 四个菜 行吧 好不好吃抽鱼 你觉得有点不够辣是吗 嗯 我还够了他了 你好像豆瓣的腰 很辣 那豆瓣的腰都可能胖 我吃不了 咱们吃不了 啊 你说什么啊 再说一下呗 来聊会 你说啥 他车 他们管你叫轩轩 他们管你叫轩轩 你想叫轩轩吗 打他 打他 谁在那么叫就打他 小全全我们走你 是吧 我们叫轩轩 是吧 看明白了 嗯 我们太想教是吧 嗯 豆瓣挺好听的 是吧 嗯 是吧